他說有五筆數據 有小排到大 把有小排到大選起來 100A 200 300 400 今天這 問你下列何者 哪一個是這組數據的平均數 你知道A嗎 不曉得 他問你哪個是他的平均數 那怎麼辦 不要懷疑 因為題目說清楚 有小排到大 所以A一定會進100到200之間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第一件事情 我的A一定會進100到200之間 所以造成我平均數怎麼算 來 所以說麻煩你把A用100代 A用200代分別把平均數算出來 A用100代變成100 加3100 加3200 加3300 加3400 把他抓起來除以幾 5 那我知道我平均數 一定會借這兩個之間 來 告訴我 這加起來是幾?1100 除以五?220 好不好?220加120 這一樣 這加起來是幾? 2200 對吧?2200 來把他道歉 1000幾?1200 12除以五?240 所以說平均數 平均會借220到240之間 所以說哪一個可能 答案選幾? 和C230 好不好?只有C這個選項有可能 這樣行不行?到這邊把這裡看一下